梁萬福醫生 不如我們事不言辭 我們開始這個環節 這個環節很重要 跟健康有關 剛才說很多房屋 這些都重要 不過我想 身體健康可能更加重要 今天第一位講者 不想介紹很多人都認識 梁萬福醫生 梁醫生就在香港 這個老人事業方面 就不為穴力 很多年我都認識他很多年 剛才也介紹他 他是老年學會的主席 他之前在公立醫院工作 聽說退休之後 有新的發展 不如我們事不言辭 就請梁醫生首先開始 他的題目是促進身體健康 交給梁醫生 謝謝 多謝 多謝Rebecca 邀請來今天參與這個 高鳳碗 以及這個論壇 那麼就 那麼 剛才有很多PowerPoint 我們這些 一些 對我都喜歡 有沒有PowerPoint 梁醫生怎樣的PowerPoint 其實 我覺得 在這些場合 用PowerPoint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我們面對 可能是 不太同的一些 觀眾 或者聽眾 那就不同 我們在一個學術會議 或者一個 一個比較專注的公開講座 可能來自不同的人 大家可能想著拿不同的東西 那就 互動一點會好一點的 聽好看 看變成你可能集中注意 好嗎 那麼 我也想了解一下 那個參加者的聽眾 你們的背景 那麼 不如你們舉一下手 有多少是已經退休的人士來的 OK 那麼這個呢 就是 你有多少 家有一腦的 那麼有多少人是 做醫護 社會服務界的 做正現職 不是太多了 OK 那麼 那麼 在這個角度看 大家比較多 那麼 三分之二 就是退休人士 或者有所謂 家有一腦 就是 那你退休人士 那麼多人可能是 五十歲開始退休 有些五十五 有些六十歲 有些六十五 那你 那你 對自己的身體 都可能較為關注 那麼 除此之外 當然 你也有很多是 家有一腦 那麼你家一腦 你更加關注 你那個腦怎麼辦 就是 你搞它不行呢 就是 你的頭痛 是不是 就是 最頭痛的就是 你家一腦 就是說 你退休人士 其實是很開心的 是不是 當你五十五歲 六十歲 退休 你那一腦 其實是八十二至八十 八歲左右 一般來說 那麼 你由八十至九十歲 那個一腦 就是 你們 就是 就是 不可以享受 退休生活 其中一個可能性 是不是 當他要繁擾你的時候 啊 要帶他看醫生 甚至乎 出入醫院 或者 要去老人院 或者要去照顧他 其實很多人 都是困擾 那麼所以 那麼 剛才上一節 很對的 其實是一個好的房屋 很重要 那麼今天 我跟大家討論的 其實就是 從這個 健康開始出發 那麼 那麼 那麼多人 我今天要跟大家說 就是 我雖然這個醫生 就不會 做了你 就是 家庭醫生的角色的 就是 病是看醫生的 就是 不可以說一些 怎麼醫治病啊 因為這個是 大家應該的責任 就是說 你一個長住的醫生 你可能 可能看得你好好的 那就 有病有得醫 那麼更重要呢 今天就是講一下 我們 包括 你 你作為一個 退休人士 或者你家裡有一個 老人家 你 怎麼看這個健康 這件事 怎麼做好這個 身體健康 那麼我們怎麼去 預防 讓不好 那麼 我們 中國醫學 都有講 就是 自未病啊 未有病 是最重要的 那麼 雖然我從事醫療行業 那麼 但是我自 自從在讀大學的時候 已經寫很多文章 是推動醫 醫學教育 我覺得 就 其實不要看醫生是最好的 不用看醫生 是一個最好的 祝福 那麼 我們 最緊要呢 面對人口老化 最緊要的呢 就是 給到自己一個 很健康的身體 那麼 所以防病 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麼 那幾方面 特別需要注意的 其實 我們講防病 我們很多時候 都講老人病 那麼 很多都是 護老人士 其實老人病 是甚麼病呢 那麼最困擾的 是幾件事 第一件是甚麼 中風 是吧 淡了 本來呢 就是幫你照兒子 就是說他照孫 他突然間中了風 那麼你就失去勞動力 你家裡突然間 少了勞動力 那你不知道 你自己要請菲傭 還要另外請菲傭 照顧他 那麼 當時之間你的支出 會多很多了 再加上更甚至你的盧心 那麼其實 很多老人病 都很重要的 是否可以預防呢 中風一定可以預防 那麼 這個老人病很常見 就是 我們以前叫痴癌症 後來又叫腦退化 現時在醫療上面 叫 認知障癌症 認知障癌症 有甚麼可以預防的呢 有甚麼可以預防的 沒有預防 哦 那你就錯了 其實 其實也有預防的 其實認知障癌症 是 就是 就是 泛指 我們包括不同的原因 影響過腦部功能 那麼當然 有些 你寧厚的預防呢 不可以預防 所謂阿氏痴癌症 Alzheimer disease 是 在現今的醫學上面 仍然 沒有東西可以預防 仍然沒有藥可以醫 但是 原來發覺 認知障癌症 不只是等於 阿爾斯海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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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 我們還有 在中國人比較特別 我們有百分之三十個個案 是跟 血管硬化有直接關係 那個人不中風 不過 我們中國人 其實都不幸運 我們有小中風 其實很多中國人 是 那個腦裡面 頭腦 小血管 的微中風 發生多過外國人 很多倍 所以 這個又是 有得預防 我們還有很多老人病 你心臟病 有得預防 應該有得預防 糖尿病 預防 沒有 不過 有很多是 跟糖尿病有關於 引起的平發症 腎衰竭 都是老人的疾病 所以在預防裡面 其實我們怎麼預防 慢性疾病 在老年期發生 是一個 重要的 一個生活方式 簡單來說 其實我對 所有同事 很久的一些健康教育 的講座 都是這樣說 最重要的是 做幾件事 預防三高 這三件事做得好 自然 所有老人病 就會減低 當然 你天生出來 父母、兄弟、姊妹 都有 觀心病 中風 你的預防 就難些 不過 如果你沒有的 你預防得好 就有很多 基本上三高 什麼意思呢 都是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這三件事 是最重要的 而更甚至 其實很多人 不明白 血壓如何 有多少人 每年都度一處 血壓 舉手 很多人 其實佔著 現在 不算半 健康 上面 很大的問題 你都不知道 血壓有多高 那 你何來 預防三高 是 其實 這個字 我控制 很重要 其實就是 任何健康 法治 內心 即是你不去 重視健康 健康 就不會陪伴你了 從四十歲開始 這次 這裡很多人 我想 百分之六十 應該是超過四十歲 有百分之四十 小過四十歲 那 師姨 就是小過四十歲 那 其實四十歲以上 其實就是要知道自己的 血壓有多高 你最好至少每年一次 不過 作為一個醫生 做了這麼多年 醫務工作人士 其實最好每年 都至少有四次量度力的血壓 你了解你自己 你才知道 如何預防的病發生 為什麼我特別要講血壓呢 其實血壓高 是一個很 很多人不明白的 我們血壓高 只是拍到門 何時拍到門 血壓高拍門的時候 你中了風 或者觀心病發生 我絕大部分病人 我以前見到病人 絕大部分 他沒有血壓高的 進來醫院 才發現有中風 或者觀心病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有高血壓 因為你可能是五十八歲 觀心病 你坐在那裡 很多人都沒有 量過血壓的 你可能 明天就觀心病 心肌更厲害 因為你血壓高 高了很久 你都不知道 這樣的血壓高 其實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所以你40歲以上 你的自我控制來說 你就是自己量一下血壓 或者你找了醫生去量血壓 那麼多人 如果你有一個所謂家庭醫生 很重要的 就說你去看醫生 更加重要的是 看醫生的時候 要求醫生和你量血壓 在一個健康紀錄裏面 有一個確實的紀錄 這是最好的 其實我們現代醫學來說 血壓高了多少 我們都是收縮壓 舒張壓 都是上壓 和下壓 收縮壓 在世界遺跡來講 是140度 遺跡的標準 我們很多時候 老人家 65歲以上 我有時候比較寬鬆 說160 但其實 以現時的醫學裡面 我說140 就是說 如果你發覺血壓 去過140 那麼你要去看醫生 不過 我更加強調一點 為什麼我想你們自己 真的度血壓呢? 每一個人 的血壓都不同的 血壓高 是一個所謂 就是 統計學裡面的標準 如果你的血壓 做了很多女性 其實你年輕的時候 很多年輕的女性 其實血壓是多少 90 over 60 或者100 over 70 其實那個是你的正常 如果你發覺 你這個正常 你都度過了 那麼就 定了之後 突然發覺 你一年之後 你的血壓原本是 多數時間 100 over 70 你突然跳了 130 over 85 在你來講 是上升了 30度 對不對? 那你就不同了 加上 如果你有一些 親屬的病歷的時候 你更加需要 覺得 你是什麼 開始做一個 診事 究竟有沒有一些 去看 包括 當然有些 進一步檢驗 你看回醫生 所以 我們講140 但是 你的長父輩 我們的家有一老 那麼 那家一老又怎樣呢? 其實 是不是個個都有160 才醫治呢? 其實 也未必 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有 潘心病的病人 或者試過一個 通過波仔的病人 其實醫生會告訴你 你的血壓 血脂 你要控制好些 就說 血壓可能 控制到120 好些 因為你沒有 那麼大壓力 那同樣地 如果你是個 家人 他有個輕微中風 或者一個 認知障礙症 其實 控制的血壓 就更加重要 就是說 只不過 他在腦裡面 有個 心臟病 你讓他 血壓控制好些 他不會再有 腦血管的問題 就減少很多的問題 再出現 可能要控制更加緊的 所以更加 你那個 持續的 監測很重要 就是 我們要有一些的方法 令到我們的 監測系統 比較好些 那麼 你過了一兩天 都有一些講座 講一下 我們怎麼去做 一些 毒的血壓 那麼 我們都希望 未來的三至五年 香港能夠 做得更加前進 就是說 能夠令到我們 做一些 健康的 一些 控制 做得好些 說我們可以 量度血壓 度血糖 高血脂 這幾樣東西 做得更加好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 身體的毛病 是要幾十年的 如果你從四十歲 五十歲 六十歲 你還沒做剛才 只數了六隻手指 只舉 六隻手指舉以外 你今天之後 聽我說 每季去量度血壓 量度血壓 量度血壓之後 寫下它 知道你自己 高的看醫生 不高呢 知道你的水平是怎樣 這個很重要 那麼你身邊的家人 你聽完之後 你們抓住 去量度 不要放你的機會 尤其是 加油一腦 你更加要關注 在健康方面 當然 我們每年要驗處血 四十歲以上 每年都要量度 高血糖 高血脂 這些其實 是可以控制得更加好的 我們做了那麼多事情之後 其實 已經減低很多的風險 那麼多人 我們有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呢 其實 當然你一樣的 這個三高以外 你一樣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 不要那麼肥 肥也有很多問題 脂肪 是一個重要 我們所謂 痴肥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癡肥的 瘦的頭也不好 因為我們醫學的研究 發覺 原來有一個所謂 肌肉流失症的 我們看到 其實你過瘦的人 原來死亡率高一些 不要那麼瘦 像有些小小的那些 就要去保健一下 我們要一個所謂標準的體重 你偏肥的 當然要去回一個 正常方面的體重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們的飲食 和我們的鍛煉 當然這個直接痛 還有一樣東西很重要 就是我們怎樣 維持一個健康的體重呢 運動是很重要的 我們很多時候說運動 我們很多時候都說 是所謂大洋運動 但是最近這二十年的研究 發覺除了大洋運動 就是說我們 緩步跑啊 踩單車啊 打太極那些 所謂大洋運動以外 更加重要呢 就是肌肉的訓練 原來肌肉的訓練呢 對一個健康健全的身體很重要 那肌肉訓練重要呢 那麼多人 再引入另一個議題就是 你家裡有個老人家 你最怕他怎樣 啊 跌倒啊 其實呢 很多時候跌倒就是肌肉方面的 不夠不兇足了 上下樓梯啊 當失平衡的時候 他的肌肉不夠力 撐不起 那麼跌下去 那怎麼辦 一個85歲的婆婆 跌了落地會怎樣呢 屁股落地 接著怎麼樣 屁股落地會 這個鼓骨頸斷裂 股骨頸斷裂之後呢 要做手術 做完手術呢 一般來說呢 最幸運的人 都會活動能力降一級 就是說 屁股不用拿拐掌 變成拿拐掌 拿拐掌 要四腳架 四腳架變成坐行架 坐行架變成長睡 接著可能進入老人院 那所以呢 這個很重要的 其實就是我們是防跌 那剛剛說的那些 住屋設計很重要 就是說 那你加一腦呢 你佔了百分之四十人 又加一腦 回去看一下你加一腦裏面 那個浴室廚房 有沒有危機 那這些危機呢 你出現了之後 出了事 你們會後悔的了 所以呢 那你又要想一下你的居住環境 當一個人 退休人士 你都退休 退休的時候 然後最緊要搞定這間屋 就說 有沒有一個很危險的浴室 在那裏 浴缸 廁所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我們要做的那些事情的 那我的時間呢 應該 好像剛才吹 我已經說完了 那時間差不多 其實當然呢 我希望呢 在今天裏面 去提醒大家呢 其實 健康 是自己的責任 一個好的身體健康 是全部 因為你的意志力有多強 那當然我有很多事情 是 有些事情 天生出來沒法的 你整家都有乳癌 那你生出來有個所謂 genetic 有些基因 那你一定會有機會 乳癌高一些 你不要鼻子 你不要鼻子 就是 你去避了你老爸老母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不可以的嘛 他生你出來的嘛 那你家族裏面有觀心病 有認知障礙症 全部都是這樣的 那你沒得鼻子的 有這個大腸癌 那些 你早點去做一些 早期的治療 那這些都是所謂 就是自未病的一個重要之外 你自己掌握自己 那其實生命呢 由自己掌控 那如果大家做到這件事呢 就可以提升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 好 多謝林醫生 林醫生 剛才跟我們講了身體方面 接下來 不如我們請Amanda 幫我們講一下這個身心靈 特別講一下心 和這個靈方面 交給Amanda 各位好 那今節呢 主題是Health Management 我覺得他的中文也很好 很多時候我們講Health 都只會想到身體健康 但其實中文應該是身心健康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說了 其實如果一個人沒有精神健康 那個人是不可以稱得上 是一個健康的人 那說回長者 其實一直以來長者的情緒問題 都是嚴重的 就是一些抑鬱的狀況 自殺率也是偏高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 不容忽視 除了身體健康之外 都要加多點注意 這個心理上的健康 那今天會介紹一個工具給大家 這個工具是靜觀 講靜觀和身心靈健康 想了解一下 大家有哪一個聽過靜觀的 哦 不多 未聽過靜觀的 好啊 那我就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靜觀是甚麼 老人家很多時候都會自動地 很多擔心 很多緊張 又會很不自覺 心急起來 那靜觀呢 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按字面解 就可以正心地觀察 如果看回美國一位博士的定義 他是說抱住一個 非批判的心 有意識地把注意力 放起當下一刻 活在當下 那活在當下 為了做甚麼呢 就是去了解自己 去培育一些智慧和慈愛 靜觀有七個態度 大家可以想想 我有沒有這七種心 第一是初心 初心呢 就是好像一個小朋友 看甚麼事物都好像第一次見 每一次接觸都是很新奇的 有一個好奇心 例如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吃飯 其實每碗飯都不一樣 怎樣可以有一個初心去面對我們 每一分每一秒很實在呢 另外就是信任 信任自身的感覺 第三就是非用力追求 非用力追求的意思呢 我們人生經常都很想追求好多的東西 很想拿一些的東西 得到一些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放下這些追求 非用力追求 其實個人會自在好多的 另外就是耐心 我們有沒有耐性呢 去容許一些事物去自然去發生 按照它自己的速度去發生 不會心急的 很有耐性的 第二就是接納 接納事物原本的面貌 我開心就開心 不開心就不開心 都是可以的 人本身就是有不同的情緒 這樣才是一個豐富的人生 然後就是放下 怎樣可以放下 我們的一些渴求心和抗拒心 如果說回情緒方面 就是人很多時候都不喜歡自己不開心 很討厭自己不開心 而這個討厭自己不開心 抗拒不開心 其實是多一重不開心 我很緊張 我很緊張 緊張本身是一個很自然的情緒 但當我很抗拒自己很緊張的時候 其實這個又多了一重很緊張 最後就是非批判了 如果用回情緒去看 就是其實情緒沒有分好壞的 我們也可以去感受這些不同的感覺 不同的身體感覺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情緒 我們也可以如實地去經歷這些一切 很活在當下一刻 正觀其實在外國已經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證明了是很有效 是一個全人的方式 整傳的方法去提升身心靈健康 第一就是舒緩壓力 提升生活的滿意度 提升患有慢性疾病人士的身心健康 另外就是增加對痛楚的接受程度 舒緩身體的痛楚 靜觀對於一些痛症病人的處理 是尤其有效的 在英國已經是很大量的研究 已經做了 而香港這些痛症診所 其實他們都會用靜觀的方法 去協助一些病人去接受那個痛楚 其實痛苦痛苦 怎樣可以痛而不苦呢 很多時候痛在這裡 但當我們很抗拒痛的時候 其實自己很苦 所以靜觀是可以培養我們 怎樣可以痛而不苦呢 另外就是改善失眠 相信失眠也是很多長者會有的問題 睡不到覺 很早醒 斷下斷下 或者是很難入睡 另外就是減低一個抑鬱和焦慮的問題 也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就這樣聽靜觀這個詞 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 好像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我看看有些誤解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就是靜觀是否為了放鬆 其中一個放鬆方法 我有很多其他方法放鬆 是否只是為了放鬆 不是的 剛才提到靜觀是一個很整傳的方法 去提升身心靈健康 其中一個態度 剛才我記得的話 就是非用力追求 如果我們為了放鬆去練習一些東西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反效果的 很難為了放鬆 有否有人試過叫自己放鬆 是叫到自己放鬆 很難的 真的很難叫自己放鬆 所以練習靜觀 我們很難為了放鬆去練習靜觀 但的確 放鬆是一個 當你願意去練習靜觀的時候 是一個副產品 很多人都會說 練習靜觀後 有一個人會鬆了 自在了 放鬆了 但練習的過程 我們會放下這個追求的心 另外是否很神秘的呢 靜觀 是否要在深山上打坐才是靜觀呢 那又不是的 待會會和大家做一些練習 去體驗一下 還有其實待會E17 新生精神康復會的那個 booth 都有一些體驗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體驗一下 大家試過就知道 其實不是一些很神秘的事情 另外 是否要想一些很高深的事情 想一些人生的意義 那又不是的 靜觀是無所不觀的 不單是觀察自己的思想 情緒 一些外在的環境 都是一些觀察對象 另外是否是催眠 那是完全不是的 因為催眠是進入一個無意識的狀態 但靜觀是很清晰的 念念分明很清晰 當日下一刻是怎樣的 這一刻我有什麼感覺 這一刻我的身體狀況是什麼 而這個的清晰其實很配合到 剛才梁醫生說的一些預防 我們要很清晰自己的身體狀態 才可以做到一些自我管理的工作 另外就是 是否跟宗教有關 可能很多人聽過 靜觀都會想 是否跟佛教有關 其實又不是的 其實很多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士 都會練習靜觀 例如他本身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 其實他們有一些靜觀的靈修 讀經、祈禱 其實這個方法是不限宗教的 最後就是 是否就是慢活 是否慢下來就叫靜觀 那又不一定的 當我們練習得多的時候 其實可以快也靜觀 慢也靜觀 靜觀的意思是靜心觀察 所以即使在這個環境 可能有很多的聲音 或者是節奏比較急速 其實我們仍然可以抱著那七種心 抱著一個靜觀態度 去過每一分每一秒 是否一定要這樣 起一個深山 有一個草地 這樣才為之靜觀 那又不是的 那接下來 和大家試一個練習 就是三分鐘呼吸空間 那這個練習呢 即使在一個比較吵雜的環境 都可以做的 因為剛才說 其實靜觀是說 其實靜是說 心靜 不是環境靜 那我們可以練習一下這個 做一個練習 或者我坐在那邊 和大家一起做 那練習的時候 我們可以坐一個端靜的姿勢 雙腳盡量踏實地 雙腳盡量踏實地 腰背如果你覺得合適的話 可以挺直 不捱著耳拼 效果會比較理想 雙手你可以放鬆放起大腿 掌心向上、向下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覺得合適的話 可以閉上眼做這個練習 又或者看著其中一點就可以了 現在留意一下自己 這一刻 身體有甚麼感覺 由頭到頸 肩膀 雙手 整個身體 雙腳 這一刻有甚麼感覺 不論是甚麼感覺 我們都不需要批判這些感覺 我們知道自己有這些感覺就可以了 然後留意一下自己這一刻 的情緒是怎樣的 是緊張、放鬆、焦慮 還是其他的情緒 不論是甚麼情緒 我只要知道自己這一刻 有甚麼情緒就可以了 接著下來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腦海裡 有甚麼念頭經過 可能是 在做甚麼呢 究竟現在很吵 專心不到 又或者是其他的想法 不論是甚麼想法 你只要留意到自己有些想法就可以了 然後 溫柔地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 你可以留意鼻孔 胸口 又或者是腹部 你覺得比較容易觀察自己呼吸的位置 我們不需要刻意去深呼吸 不需要控制呼吸的快慢 不需要控制呼吸的深淺 只要抱一個好奇心 去觀察一下自己的呼吸就可以了 如果分了心,不要緊 因為分心是很自然的 當你留意到自己分了心 溫柔地提醒自己回呼吸就可以了 記住,我們不需要控制自己的呼吸 容許呼吸順其自然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我們把呼吸擴展到整個身體 好像整個身體都在呼吸一樣 好 這個練習很短、很簡單 給大家一個最初很短的體驗 這個練習就完結了 謝謝 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有興趣的 就可以去E17的BOOF 看看 又或者我們的Facebook 和Apps 都有些練習可以聽 因為今天的時間都比較短 只能夠介紹一些比較簡單的練習給大家 但剛才的三分鐘的呼吸空間 其實你可以隨時隨地做 其實作用不一定是為了甚麼 純粹是留意自己這一刻的情況是怎樣的 留意我這一刻的身體感覺是怎樣 情緒是怎樣 念頭有甚麼 這個留意很重要 因為我們留意不到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會發生到 說一些健康問題也好 一些心情的問題 心理上 精神上的問題也好 如果我們不覺察 不留意 其實很難去做一些相應的回應 一些有智慧的處理 最後祝願大家平安自在 好 多謝Amanda 好 接著下來 不如我代大家發問 不如我首先問Amanda 剛才提到七個心 又提到證觀 譬如三分鐘練習 香港的生活真的很繁忙 忙得真是我們不可交隔 特別是社會裏面也有很多很負面的事情 有時我們坐地鐵 都是無端端的人 就犯猛症 甚至乎爭拗 有些事情大打出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怎樣可以把靜觀放在生活裏面 可不可以小小提示我們 好 多謝Peter的問題 是的 其實剛才大家試過練習 都會留意到 其實靜觀是可以滲透生活的 其實每一個呼吸都是練習的機會 其實你當下記得 留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那一秒幾秒的 那個覺察是慢慢逐點逐點滲出來 當然有一些長期穩定的練習 可以令到這七個態度培養得鞏固一點 但如果說滲透生活 真的一個呼吸 就已經是一個提醒 每一個呼吸都是提醒 我回來當下這一刻 我這一刻的狀態是怎樣的 好像剛才說地鐵一樣 就是這樣 就算生氣了 就算生氣了 為何旁邊那個人走得這麼快 又撞來撞去 又踢到我 又踩到我 我呼吸一下 我知道自己生氣了 給自己一個空間 去退一步 已經是一個練習 或者我們再跟著一個問題 剛才Manda提到很多研究 發覺這個靜觀對於痛 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靜觀如何可以幫助我們舒緩痛 剛才也有說到痛而不苦 其實很多痛症的病人都會很怕痛 而他對於痛的看法 是會加深了他對心理狀況 他很怕痛、很害怕痛 經常都想著痛 痛起來的時候 就會把痛放得很大 覺得痛會令到自己 這輩子走不了 或者是很多很負面的思想 會出來了 練習靜觀可以很如實地感受痛 他沒有那麼害怕痛 首先 他沒有那麼害怕痛 然後會回憶到自己 對痛的一些想法 很多時候都是不真實的 這個如實的觀察很重要 慢慢去培養痛 一開始很痛苦 相信很多人不論是腰背痛 頸痛 任何的痛症都是不舒服的 但一開始痛苦 我們未必能減到痛 但可以減到苦 當然因為身心是相連的 當苦減少了的時候 其實痛都會相對減少的 是 就學會怎樣把痛和苦分開 好 問問一下林醫生 林醫生剛才講了一些關於血壓高的問題 但很奇怪 我們很多時候要看醫生 但醫生又沒有幫我們量血壓 雖然這個這麼重要 反過來 有時候我們買了一部血壓計 量了都懷疑那部血壓計量量準不準 因為的確那些電子熱器很大參差 剛才你說量度我們的血壓很重要 有甚麼解決方法 怎樣量度得精準一點 又或者除了我們之外 其實醫療的醫生有甚麼責任應該負的呢 剛才我講過 其實我們現在的電子血壓計 基本上絕大部分都很準確的 跟十幾二十年前的很大分別 很多朋友買錯的血壓計 就量度手臂的 其實前臂的部分是很不準確的 尤其是年紀大了之後 更加血管硬化 就量度得不準 買一般是一個手臂圍著 一般來說 很多人的Q碗是說 量度適合你的體型 譬如說很肥胖的 可能量度換個吸 很瘦的可能要不對那個 其實通常是那個不準確的原因 你一個擺的位置是不對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所謂感應器 感應器擺在血管裡 如果很多時候他們移了位 不在血管裡 接收就不正確 否則的話其實 很多人也都在鬆緊 就是跟足的指示 很多時候其實 自己跟自己量度 是未必準的 你未必敷得夠緊的 所以家人幫你 這樣會比較準確的 其實絕大部分 我見到市面上有的 一些比較大的牌子 通常都比較準確的 當然 你最安全就是 你一次去一些大的醫務所 我看醫生的時候 他們量度 用一些比較準確的儀器量度的時候 你又搭順風車 量度自己一個 通常我都叫我的病人 無論我在醫管局做的時候 或者現在我的病人 都說 你最好拿下一次 就拿下你的肌例 因為很多時候 去到醫院看醫生的時候 發覺是高很多的 家人說低很多 因為不同的環境 那對你去到 當在那個醫療單位裡面 量度完之後 你又拿了你自己的肌 再度一次 相對比 其實那個差異 是十個單位以內 其實非常準確的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 我剛才說 其實也是真的 很多時候 你去看醫生 醫生不會去量度血壓 從我們的角度為說 應該每一個 每一個去看病的人 醫療的單位 這個責任 去幫他量度血壓 那 希望這個能夠令人更多 從事醫療服務的人士的組織 是更加多 為大家去做一個 所謂血壓 量度 這個很重要的 那我幾十年前 寫文章都是這樣寫的了 那 這個也是 都是我們作為 醫療提供者 一個責任來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容易去掌握 一個 就是 去見你那個人 那個病人 那個情況 但是 因為正正現時的那些醫療 儀器這麼普及 那 其實 也都很準確 肺認也都不是很高的時候 一個 我簡單來說 你一個有五十歲以上的人 在座可能有百分之五十 一半人是五十歲以上 那 你家裡 如果你沒有血壓計 其實都是 你懷疑一下 你對健康 有多著重 雖然你擺很多不同的 很多產品 有什麼靈芝 雲芝 什麼 但是其實 你就有多關注你的健康 你自己都不掌握 你自己的血壓 其實正正 你就不關注你的健康 這個是最基本的 很多人 現時 有些血壓計 比較好的 血壓計 它有些所謂藍牙的功能 在座 我想百分之八十 都有一個智能手機 那你買一個 有藍牙功能的血壓計 用它的公司那個 在一個智能手機 可以幫你 紀錄你的血壓體重的儀器 什麼牌子都有 很多牌子都有 那你就正正不用手寫 就是很view time 有些數據 那你看醫生 按給醫生看 啊這樣的 那他就會幫你去控制 那你 你怎麼影響醫生 你的行為也影響醫生的 你的行為正正影響醫生的 你說很關心我的健康 我也有量度血壓 那他也可能會幫你 就是時不時落 他血壓和你那個有沒有分別 那這些呢 其實我覺得 醫療都是互動的 那我昨天說 啊醫生好像很不夠 那其實不是嘛 不是全部靠醫生的嘛 那我就說 你最好不來看我 你不用看醫生最好 不過 不用看醫生 這不代表你不關注健康啊 啊 你關注健康是重要的啊 你怎麼去令到 你在幾方面 剛才說的血壓啊 你的體重啊 你的 腰圍啊 那這些是 你自己做到事的啊 只不過 你更加著重去買什麼補身東西 不要著重自己 是不是健康啊 健康指標 然後隨時都是掌握你身上的 你不掌握得好 那你就是 放任的態度 那樣 自我管理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保健的原則來的 多謝梁醫生 所以呢 大家除了買燃窩之外呢 不如花點錢買一個好的 血壓計 需要量量才行 這件事情 其實幾年前 我都想過呢 就是發起運動呢 我們每一個人去看醫生的時候 都要求醫生幫他量量去量 这是一个好的做法 我在之前有很多讲健康的文章 都是说 你要看医生 你就要求医生帮你量度血压 其实都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还有不要一个人这么做 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的时候 就形成一个力量 令到每一个医生在看我们的时候 都真的不是那个 有时候很有趣 感冒的时候 那个听筒都没碰下去 已经听完了 我觉得我们正如梁医生说 我们都有一个责任 甚至乎我们主动提出 要求医生帮我们量度血压 好吗 不如我们都结出这个环节 在这里就年尾了 今个礼拜是过年了 祝大家新心灵健康 新年进步